世界日报纽约课谈 本集题目 公共交通 是否该为市民免费提供 作为全世界公共交通系统逃票率最高的城市 纽约在新冠疫情前的逃票率 就达到了18% 而在同一时间 巴黎的逃票率为11% 杜伦多仅有5% 而在罚款高达1000元的伦敦 更是低至1.5% 如今 纽约巴士逃票率高达半数 让人不禁想问 是否应干脆让公交服务彻底免费 左翼倡议者一向认为 公共交通系统 应被视为公共服务 就像公共教育 和警察一样 由纳税人税收工资 不再额外收费 但纽约是公共交通系统 尤其是具有半年历史的地铁 维修 升级 更新基础建设施加长便饭 各项工程耗资巨大 目前行驶收费 解票价一直上调的纽约公交系统 如今尚且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需要靠收取争议颇大的堵车费 来填补资金漏洞 若是真要实现票价圈免 其费更要为原本并不宽裕的政府预算 造成巨大负担 到时候可能需要提高税收或削减其他公共服务来资助公交系统 相信纳税人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对于鼓励市民多多搭乘公共交通 并积极缴费 香港政府此前的做法不是唯一个好的例子 在新冠疫情后 为鼓励市民多出门刺激消费 香港政府会根据每人每月的公交卡 八打通知出 而成比利地给予一些现金回扣 也就是说 若为公共交通买单越多 则每月能收到的返现越多 有了十打十的优惠 市民才会有动力支付日益高涨的公交票价 中种数据表明 搭乘纽约公共交通的更多是低收入家庭 学生和老年人等群体 一位地提高公交票价 只会让这些本就不富裕的群体 有更高的生活负担 大都会运输署及纽约市府 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逃票问题 则需让利于明 出台对部分人群免费 或减价的折衷方案 而不是对所有人完全免费 内容取自世界日报纽约客谈专栏 语音合成技术 由联金数位公司提供 语音乐公司提供 语音乐公司提供